現在呢我們請大家可以在聊天室裡面寫下說 關於廢死議題您怎麼看的呢 您支持或是不支持呢 好在這部分我們就來講到說現在廢死議題喔 到現在執政黨啊 執政黨真的是最有關鍵性的影響的嘛 因為你執政你可以去影響到 包含的是你國會過半 那接下來這個路怎麼走 好這個應該是執政黨要給我們答案的 我們來看到了是賴欣德 既然你現在作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然後你要參選這一次的2024的總統大選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告訴大家嘛 好這個部分呢他被問到了 他說侯友宜要你對廢死表態 下一秒他怎樣你看到了嗎 轉頭離開耶 那這個不就是復刻了蔡英文嗎 就是他比蔡英文好一點 他站在了聯訪區 就蔡英文可能連問都不給問 走路走轉頭就走了 好一點點他站在聯訪區了 可是給你問嗎 實際上不給問嘛 因為問到敏感議題 轉頭就走人 好在這個部分呢我們來看到 為什麼要被問到這個問題呢 我們來看到了這個侯友宜 他就特別講到了 他就說了 費死議題 立委羅智正不養影片 賴清德你都說是中共戒選 賴清德你到底支持費死還是反費死 奇怪了這個什麼樣的議題 反正現在冒出來的時候 都是中共戒選 反正什麼樣的議題都可以網紅了去扣帽子 但是呢真正對於台灣的老百姓有影響到的 現在的社會案件讓我們惶惶不安的 這些你到底能不能說清楚講明白呢 好在這部分我們來看到了 美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嘉呢他怎麼說 他說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會因為費死的議題票流失 而且他的選票可能已經大量流失 他說有兩種票啊 會在最後一個星期 也就是接下來的這一週大量流動 一個是年輕人的票 也就是說你這個議題 但凡是你操控的好或不好 馬上他們的 因為沒有完全的定性 就是說我一定只支持哪個政黨嘛 所以這些人是還在浮動當中的 我可能今天覺得那就支持他好了 明天可能會因為哪一個議題 哪一個話題而換了一個想法 好再來就是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就是他站在中間嘛 往左跨一步往右跨一步 那都是一步之間的事情而已啊 中間選民呢非常反感的是什麼 民進黨支持費死 如果說賴清德不快點處理 你面對費死議題 對賴清德這個影響大了 不好了 我們去看看現在民間的聲音怎麼樣子呢 包含的是台北市的永康山圈理事長 他怎麼樣呢 他直接公開聲明反對費死 他說什麼呢 他舉出了現在很多的一些社會案件 你看包含了新北市國三生的遭歌喉的案件 台南的這個警察的遭到襲擊的案件 還有呢台北市議員的一個議題 好這些呢 他特別一個一個點出來了 台北市議員王欣怡包檢呢 過去的這個案件被追求者 這個恐怖的案件 直接呢刺死了 好這些呢 一個一個點出來 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吧 就是說過去有一些社會案件當中 甚至還不 不妨有那個嫌犯出來講說 反正多一個 多死一個兩個 他也不會被判死刑 好這樣子的一個聲音出來的時候 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 而今天呢想要來拼總統大位的人 你能不能夠去體會老百姓 他們心中所嚮往的 所希望的一個安全的國家呢 好在這個部分我們在線上呢 持續的等一下要來請教 好不過呢我們要先進一段 這個蔡建源呢 他的一個說法一起來看 廢死問題是所有會浮出檯面 就是因為割警案受害少年的父母親 發出了公開信 其中的重點就是他們反對廢死 應該給這些殘酷的殺人犯 有一個很大的警惕的作用 而且因為他本身是受害者 所以他發出反廢死的聲音 更加動人心弦 更加感動全台灣的社會大眾 而這裡面賴清德犯了一個 致命的錯誤 國民黨並沒有把他凸顯出來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凸顯 很可惜 因為我有一次問他說 你贊成廢死還不贊成廢死 其實不只要這樣問 要更加強一步 說清德兄 割警案的受害少年的父母 反對廢死 你卻接口就講說 這是中國戒選 你怎麼忍心對這個受害者的父母 講說這是中國戒選 所以你應該 這一句話一槍就打中了 可是我們看 就是說侯友宜今天拿出來這個板子 問的還是有一點 太過於柔了一點 我就不曉得誰幫他寫稿子 寫稿子抓著打屁股 對嘛 就只是講說請問賴清德 如果不亞片 他提到是不亞片的部分 就是中共戒選 為什麼不趕進來查辦 還給大眾一個真相 這個就感覺比較 沒有那麼力道不夠 太偏禮了 選舉就是要訴求感情 全臺灣都知道受害者父母的心境是什麼 人家反廢死 結果你就把賴清德親自操作 說哎呀 把這個割警案跟反廢死連結起來 是中國戒選 你用這種紅帽子扣到人家受害少年的父母親身上 送他三四個字 喪盡天良 在這邊呢 我們持續的要來請教的是台北市議員楊之斗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了不管是電視牆的部分 或者是訪問的部分 其實 費死的議題真的是不容易談啦 因為談到這個很敏感的話題 包含是剛剛也提到了一些中間選民或是一些年輕選票 其實在這個星期它是很浮動的 就是它隨時都有可能去影響到它最終的一個決定 那費死議題呢其實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 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就是說我們先姑且不論台灣發生了什麼樣的社會案件 就是說國際之間是傾向往費死走的 所以有些人是支持的沒有錯 但是呢我們看到了很多的這麼樣的社會案件 其實大家心都會很痛 就是很不忍心看到這樣的案件在發生 然後如果說我們的法律沒辦法遏止這一些壞人 做壞事的話 那還要法律有何用呢 所以其實對於老百姓很多的聲音來說 還是希望說不要就此直接給費死 好這個議題很難點出來 但是呢確實如果說正如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蔡勝元的訪問裡面 他特別講到 他認為說這樣的議題應該是要打得更犀利一點啦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特別請議員呢幫我們來說明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說 剛剛看到就是說賴清德 他面對這些敏感的話題 要嘛說中共戒選啊 要嘛呢就是轉頭走人啊 這感覺好像我看到了一個蔡英文翻版 這些請議員幫我們好好解析一下 我覺得年輕人不要再受騙上當 這個死刑費不費死 跟你有沒有辦法走出國際是兩件事情 新加坡跟日本他們也沒有費死啊 那在國際上面也獲得尊重嘛 那你我們上權辱國 那簽了美國的萊豬條款 結果這個一個FTA 一個國際組織也沒有給我們加入嘛 所以你老是跟著歐美的政策去走 你會換來尊重嗎 你會得到他們的許可 加入國際這個大家庭 還是被軟土深掘 越吃越多 然後到最後自己的國格都沒了呢 把自己國格賤賣 我覺得年輕人要去思考這一點啦 去把它想清楚 那先談到剛剛講到一個永康商圈李慶龍 因為這個是我們選區裡面發生的事 李慶龍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特別要講 他支持 他反對費死 然後他說他要支持鐵漢總統候選人 那講到反費死跟鐵漢總統 大家想他雖然沒有把名字寫出來 可是他講的就是侯友宜嘛 那侯友宜現在是堅決反對這個費除死刑的狀態 非常明確 但是相對於賴清德 他是畏畏說說不敢講 我會覺得這個李慶龍這位先生 我們過去在商圈裡面有很多的合作 他這一次選舉 他是大力支持苗博亞的 但是他支持苗博亞 他同時又反對苗博亞從政以來最多的履歷 他以前是費死聯盟的法務主任嘛 然後他也推動費死嘛 常常看到他跟很多人辯論嘛 那面對這樣的費死大將軍苗博亞 他卻挺得下去 我們會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就我們來講 費死議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就像統獨 你要不要台獨 你要不要兩岸和平 你要不要去挑釁對岸 這個也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你如果堅持說你要台獨 你要去挑釁對岸 你才有辦法活下去 才有辦法這個政黨有票的話 基本上我沒有辦法跟你同桌吃飯 我沒有辦法跟你當朋友吧 所以這樣的形式 就很簡單 你公開支持費死的苗博亞 你怎麼可能去挺得下去 就會變成非常奇怪的狀態 所以我們也發現很多人 尤其是對民進黨跟賴清德不清楚 不知道他們實際上就是一個廢除死刑的政黨 像苗博亞跟民進黨現在狂打什麼 就是馬英九簽了兩公約 導致我們現在不敢宣判死刑 不敢執行死刑 但問題是政捷在馬英九時代 發生捷運凶案 有沒有執行 迅速的就被馬英九總統去執行掉了 到底跟兩公約什麼事情呢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黨綱 他們有一個行動綱領 1999年就簽了 要嚴防冤獄 然後要嚴你廢除死刑的可能 你說1999年 他們黨內就同意了文件 跟兩公約又有什麼關係 難道現在選情不利 又要靠馬英九總統出來扛嗎 所以你不要再問賴清德了啦 沒有必要問賴清德的態度 廢死是他們的神主台 廢死是他們的行動綱領 他們本來就是要廢死的 所以你沒有必要再去追問他對廢死的態度是什麼 他的態度很堅決 就這題能閃就閃 能拖就拖 因為他知道這是他該做的事情 可是會掉票 民進黨就是這樣會選舉的政黨啊 他就完全不理你 不管你死刑的問題啊 可是年輕人或中間選民有沒有反應 尤其在歌喉案國三生這樣的凶案發生之後 我跟大家報告選民是有感覺的 那過去李慶榮像這種人他支持苗伯雅 也許他自己相信苗伯雅一些主張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苗伯雅是廢死大將軍 有些人支持民進黨 可是他不知道民進黨是一個實質上要廢死的政黨 所以剩下幾天的時間 把這個民進黨的行動綱領把它散播出去 他們就是要廢死 他們就是要偷偷的演你廢除死刑的方式 所以你看蔡英文現在都不執行死刑啊 這樣的政黨 我們中間選民真的要好好思考 為了公平跟正義 絕對不能讓民進黨這樣的政黨上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是否認識可以做好朋友 是否有更多 是否認識解鎖身體健康 是否認識能計公司 是否認識在海上